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机十分的深 在寄星要创业的时候离开 就是不相信寄星 更是不想承担寄星创业失败后的男人 也是为秋子给了他钱 他们才在一起 和韩婷成为合作伙伴寄星只觉得韩婷会帮助他的公司成长 殊不知韩婷也不安好心 为了继承东阳集团 他只能和韩怨争夺 如果不是韩婷投资的星辰 那韩怨一定会出手 等到公司发展得好了之后 韩婷收购公司也是为了星辰好 毕竟韩怨也是蠢蠢欲动 另一边曾迪也在算计寄星 寄星真是太难了 小夏拿到寄星的项目给了曾迪 给他们公司造成了十分大的损失 莉莉痴于呕吐 发现怀孕三月 笑一笑跪求当爹 韩婷酸了 莉莉自从和笑一笑过了一晚之后 就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但是她没想到笑一笑对自己一见钟情了 居然就此开始猛烈追求自己 但是寄星公司现在十分危机 莉莉根本没有心思应付笑一笑 莉莉因为想帮助寄星 就运用自己的人脉来给她牵线了许多投资方 可是没想到他们愿意商谈 只不过是因为知道寄星和韩婷的桃色八卦 以为能够借着她的关系 能够攀附上韩婷这样的投资大佬 可却没想到被增迪阴阳寄星是那种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女人 莉莉看见这种场面哪里忍疼了 直接上去就开始手撕增迪给她一点教训 可是没想到却因为闻到他们身上的鱼腥味 当场就开始呕吐了起来 寄星也顾不得别的东西 赶紧把莉莉送到医院检查 她之前因为劳累过度昏倒 寄星很害怕莉莉身体也会有什么不对劲 但是检查结果一出所有的人都傻眼了 莉莉居然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她心里十分清楚这个孩子是谁的 但是现在失业的情况让莉莉不敢面对有了孩子的现实 但是笑一笑不一样 她第一眼见到莉莉的时候 就知道了这个女人是她想娶回家呵护一辈子 知道莉莉对她有戒心 笑一笑就每天送补汤上门 还报了培训班专门学习带瓦 这种精神感动得了寄星 她也不想莉莉为了自己而耽误自己的幸福 所以把这些全都发给莉莉看 她其实知道笑一笑的心思 但是这种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的感情是莉莉最讨厌的 笑一笑知道她的想法以后 主动把财政大权上交 跪着表示自己的忠心 笑一笑主动表示要当奶爸 莉莉可以放心地去搞她的事业 见此她也同意了笑一笑的求婚 寒庭知道后坐不住了 她女朋友还没追到手 笑一笑居然老婆孩子都有了 不禁酸地疯狂到酸水 笑一笑却在此刻开始得意 她早就告诉过寒庭 成年人的感情不要太温吞 谢谢大家 嗯